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用第二个仪器和超声乳化头来批合 然后利用第二个仪器来到精状体的后面 并将精状体核带入中央安全区 注意将超声乳化头保持在中央安全区 我更喜欢在红膜平面进行超声乳化 而不是在囊带深处 我发现这样很安全 再次旋转精状体核 这样能够使带移除的核碎片 直接与超声乳化头相接 并将其带到红膜平面的中央安全区 然后 我将使用第二个仪器旋转精状体核 并再次从精状体后面或后方进行匹列 此时我们已经移除了大部分精状体 因此我们将开始使用精状体下方的第二个仪器 为后囊提供保护 再次尝试将Counter沟或第二个仪器 保持在超声乳化头后面 以提供额外的保护 这是45度冲洗或抽吸针头 可将皮质向中心剥离 大家可以看到针空值不到600 我们将切口下皮质留到最后处理 将针头向后旋转45度 然后在向中心剥离时侧向拉动该皮质 现在我们将清除所有残留的分散性粘弹剂 因为我们将在这种情况下 执行Aura数中相差测量 我们现在将尝试完全填充粘着性粘弹剂 我们需要检查压平处的压力 这在进行Aura数中相差测量时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Aura测量 已经验证了散光的范围和大小 所以 这位患者选择了PanOptics镜状体 我们将使用这种精状体的T4板或Turic板 使用Counter沟或第二个仪器 将精状体准确定位 并量好居中 然后使用Aura设备 验证精状体副区面的对齐 这是Inpremise Pharmaceuticals制造的Trimoxy 这是趋安奈德墨西沙星的复合物 我刚刚经悬刃带 将其注射到了前部玻璃体中 当我对患者实行无眼药水 把内障手术时 他们术后无需使用低眼液 然后通过冲洗或抽吸 来清除黏痰材料 我们将使用冲洗套管 来限定调整Turic精状体 本病例演示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